在花蓮的中橫公路已经实施了全面崩路的措施 因为过去经历的4月3号地震 还有雷震大豪雨的影响 现在花蓮地质脆弱已经出现了沙石崩落的情况 工程人员一早就骑乘摩托车如火如荼 赶到沙卡当门口将大门关起 把镜头转往特鲁阁可以看见溪水大暴涨 在山头还有沙石崩落的现象 而这次凯米台风强势来袭 花蓮公路局也趁台风还没正式登入前来做预警性防台 由于历经零403大地震及雷震大豪雨 导致花蓮中横公路附近的边坡地址脆弱 造成探防事件 11点 11点风路 从这边开始就不能再上去了吗 对对对 只出不进 而花蓮三关店位不仅是预先设置20台监视器 24小时监控等措施 公路局也经评估后 24号一早周点在台八县 官员到泰鲁阁阁口及沙卡当隧道 采取预警性的封闭道路 以指出不进的方式管制 并在11点时全面封闭 那我们的土石流区结束之后 我们会再紧接的直接的到我们的东昌 来作为我们东昌 一淹水的距离 花蓮县应变中心也很出动 警方军利及后备人员三方合理 协助太鲁阁附近危险村庄撤离 从23号开始 花蓮三公所不断在进行撤离动作 不过人有少数的居民不愿意配合 而收容所配有大量的干粮及水袋 提醒撤离民众能尽快抵达收容中心 平安度过台风天 记得中文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